欢迎收看台湾真善美 我是胡凯淳 台湾人爱吃麻辣锅 年产值高达50亿元 但您知道吗 市面上有九成的麻辣锅店或餐厅 用来调制锅底的酱辣 其实来自新北市土城这家工厂 经营超过半世纪 传承了三代的老工厂 至今仍然遵循古法 用残豆发酵制成辣豆瓣酱 第二代更针对麻辣锅市场 开发出麻辣酱 第三代经营者朱家正 接手后不仅积极开发新品 发展自由品牌 还申请请券认证 将酱料外销到印尼 马来西亚 阿拉伯等国 走向世界 热混混的麻辣锅 鲜麻厚辣的汤头 散发豆瓣的香气 清爽几下肉片 香辣鲜嫩吃来过瘾 台湾人爱吃麻辣锅 年产值高达50亿元 其实全台有九成店家所用的酱料 来自新北市土城的这家工厂 这一颗颗蚕豆就是制作辣豆瓣酱的灵魂要角 得仔细挑掉杂质 泡水一碗再下锅煮 这也是传统四川豆瓣酱的做法 蚕豆层面比较高 第二为什么我们会采取用蚕豆 因为我们的祖宗传下来的就是用蚕豆 但蚕豆它会比较复杂 它的程序也比较麻烦 成本也比较高 可是它为什么我们坚持做 因为它的味道很沉 它会一直维持在下去 它酿造个越久的时候 发酵越久它会越香 就跟老酒一样的道理 传承古法制作 煮好的蚕豆得经过三到四天发酵 才能呈现豆瓣浓郁的香气 它发酵出来的话 它本身上面就会有长毛 那我们早期的话 是有用蚕粉下去一起拌 拌瓣来发酵 那因为现在变成说 我们为了去怕会有过敏源的 交叉污染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没有再用蚕粉 就直接用它本身的豆子 加自己去发酵 去培养菌 让它自己去培养这个毛发 所以的技术会比以前更难 发酵好的蚕豆 还得入缸跟老卤水 盐水一块儿搅拌 静至至少半年 让豆瓣酱再次发酵 时间的话看气候 最少的话到六个月以上 那假如夏天的话 盐渣的情况下 有时候六个月就可以用了 所以也有发酵到一年的 都有 有需要接受到阳光 要不然它的香气会比较 没那么的沉 再加上它的颜色会变得比较浅 空气中弥漫着辣椒香气 工厂另一边 红彤彤一片的大辣椒酱池 是制作辣豆瓣酱的基地 得要经常搅拌 其实我们这个搅拌的作用 就是要让它的填巴均匀 以外就变成说 要让它的枯辣酱 上层下层跟中层比较均匀 要不然有一些抽出来的 会变得太水或太浓 或太咸 太自简单的搅拌动作 其实很耗费体力 因为我们的酱很稠 所以跟人说 你在搅拌的时候 会有点重量 那做这个的好处 就在于天然的健身方法 你这搅一天 搅拌个大概三个酷辣的话 一个月下来 你的胳膊会变得很粗 不会有蝴蝶绣 人家就会说 哇 我老公怎么跟 巨石翔身一样壮 时间酝酿而成的豆瓣酱 和辣椒酱充分混合后 就是辣豆瓣酱 这家传承了三代的酱料工厂 经营超过半世纪 第一代朱景文 从四川带进辣豆瓣酱做法 做豆酥雪鱼用的豆酥 也是他开始做的 第三代朱家正在美国长大 练书时只要放假 都会回家帮忙 以前我们暑假 都要回来跟爸爸去送货 对 送货 假如送货缺就送货 还假如生产区缺 就想出去搬酱料 绑酱等等的 毕业后在国外工作的他 看到父亲年纪大了 决定结束国外的生活 回家接榜 是当他们现在老了 他们说你也该 乐意归根到台湾来 那我们身体也慢慢做不动 我们才想说 其实我们从小到大 爸爸妈妈付出那么多 帮我们养得那么大 我们也该回来孝顺 即使是老板的儿子 也轻松不得 苏仲的搬货和送货工作 他都等于自己来 真正接手经营后 才发现老工厂 有沉重的帮扶 朱家正想做些改变 我回来第二年 我就有说 为什么我们没有网站 那他们坚持说 我们做了三十几年 都没有用网站 所以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家里有 差点闹革命 就是说我坚持要 去做个网站 光是架设官网 就费了好一番功夫 还得面对资深员工 对他的反弹 我们本身就有干部 有经历 所以通常他们 就把我当成公主 我们开会 我的建议 他们不会停 他们就会当场说 你不懂 你还小 市场不是这样子玩的 员工毫不留情地泼龙水 朱家正不免感到挫折 但他把批评当成母链 不断追求成长 并持爷爷和父亲的制作理念 要做出天然无添加的酱料 首先我们先下入辣豆瓣酱 下一步我们再下的是 我们的黑豆瓣酱 它是黄豆 曝晒当中之后 慢慢地变成黑色 接着再加入黑豆时 姜泥 蒜泥 糖 八角粉等性酱料 不开火 先搅拌均匀 我们这个所有的产品 像我们的辣豆瓣 酱辣椒酱 都是天然的辣椒的颜色 那我们的特色就是 不加防腐肌 不加色素 所以我们有去申请到 无添加协会的这个认证 搅拌均匀的酱料 得再倒入沙拉油和香油 煮滚后还要再加入 第二批形酱料 那刚刚下的就是先下的 我们的辣椒粉 好那下辣椒粉的时候 火候要把它关小 关小之后 辣椒粉散开了之后 我们下一步就会下 我们的黑胡椒粉 好 黑胡椒粉之后 散开了之后 我们就会把火 渐渐地快关掉了 就下我们的花椒粉 跟我们的五香粉 那五香下完之后 让它搅拌均匀之后 到达我们需求温度 生品就OK了 这个现在做的是 我们的串薄麻辣酱 它就是先麻后辣 它的特质就在这里这个 麻辣酱是朱家镇的父亲 在二十多年前 针对日渐流行的麻辣锅市场 所开发的新产品 零零总总得用上十多种材料 制作耗时费工 不能用煮大锅菜的做法 得采分阶段煮煮 有一些东西 你的温度没有到达 它的香气出不来 那有些的东西 你的温度太高 下去了 它就苦掉了 对 那你这一锅 就白费工了 煮好的麻辣酱 放凉后还要经过研磨 客人才不会吃到 新香料的颗粒 朱家也生产大味 比较重的台味麻辣酱 还有重麻重辣的 重庆麻辣酱 甚至还针对残豆症患者 开发用黄豆制成的豆瓣酱 我们会开发黄豆瓣的 辣豆瓣酱 是因为现在有很多 残豆症的人 所以变成说 我们不得不要开发黄豆的 满足不同客群的需求 朱家镇积极开发新产品 从上一代的12种增加到30多种 不止传统业务用通路 还发展自由品牌 针对家庭市场 推出小罐状酱料 小包包的情况下 才发现到有这个市场 那只是吃亏在于 我们都帮人家代工剧多 所以我们是个新品牌 所以人家以末端消费 对我们这品牌是很陌生的 运用本身的语言优势 它也让本土的麻辣酱 走出台湾市场 甚至还申请了清真认证 把麻辣酱卖进阿拉伯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的国 像印尼 新加坡 马来西亚 以前我们还没有阿拉认证 就有酵 可是它可能举例 假如酵个200箱 可能可以维持半年 可是现在因为有认证 它可能一个月就给你200了 你看那个量就差多少 在朱家镇的带领下 老工厂走出新局面 但随着竞争者家族 它也面临比上一代 更大的经营挑战 以前我爸爸那一代 没有什么同行在做这一块 比较偏向我们独家 在做这个酵料 所以几乎只要做餐厅的都用我们 可是当我们这一代 现在大陆的印进来 或者是贸易商进来 或者是说地下工厂还进来 他们在做一定是价钱比我们低 还用一些我们说的不合格的产品 那变成说跟我们来比较 我们不可能比人家的 一直以来 不管碰到什么阻力和瓶颈 太太何淑芬都陪着她一起走过 就是我们两个都会互相当垃圾桶 就是倾听 对然后就是安慰 一定先安慰 然后对啊可以这样讲 就是其实我们忍 就是忍 其实遇到不会的不就是很挫折吗 或者是很烦 可是就是我觉得我们都会 很愿意去突破 那麻辣酱之后 我们都照0比1的比例下去 其实我们额外的还会加我们的藤油 藤油调色 让它喝起来的汤会有层次 算面要直接下去 就可以上菜 勇于突破创新的朱家镇 在辣的世界中长大 无辣不翻的她 只要一锅蔬菜熬煮的高汤 加上些许麻辣酱 就能煮出一锅香辣诱人的麻辣火锅 它会有一个厚实的麻的味道 鲜麻再辣 会有我们说的中药的香气 跟豆瓣的香气 传承古法的酱料 有着朱家镇深刻的同意意 也是它肩上的一份责任 积极研发 努力开发市场 它让家传酱料更加公布多元 还外销都活 让MIT麻辣酱飘香世界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到宜兰 不少人都会买鸭赏当伴手礼 宜兰五节有家传承60年的 鸭赏老字号 从养鸭起家后 转做鸭赏加工 是当地少数拿到工厂登记的店家 即便是现代化生产 他们还是延续老方法 用香料腌制入味 再用甘蔗 糖和茶叶烟熏 让甘蔗的香甜 盛进鸭肉里 过程喂食费工 除了肉品加工 老板还将自家旧鸭楼 改造成生态农场 让游客可以临近鸭子 认识羊鸭人家的生活点滴 你要抱吗 来 让它站着这样马上空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不会跑了 来 来 这只给你 小朋友双手捧着黄毛小鸭 放在手心里小心呵护 跟鸭宝宝近距离接触 不管大人小孩都心滑怒放 跟人一样嘛 跟动物一样 它的麻酥很鲜韧 这只就很健康 对不对 比较暗一点 有没有 这有差了 谢清彪的农场 常常就是这么热闹 对这些大小朋友来说 或许是个全新体验 但对谢清彪而言 却是从小在熟悉不过的 生活日常 我就是把我以前 我做过的呈现在那边 所以像导览 我没有受什么专业训练 其实那些东西都是我用过 我做过的 那些都是我以前做过的 只是把它交给游客 诉说给他们而已 这两只有没有 一只樱桃鸭 一只土饭鸭 小朋友来这边 你看 他不敢喂 可是待会要走的时候 喂到不想走 我说 常常跟游客说 这不会痛 叫我按摩你的手 因为它不会痛 有的小朋友会怕 养鸭 喂鸭 这些谢清彪 都从小做到大 他是这座农场的第三代主人 从阿公那一杯开始 就在宜兰五节养鸭 年间时兼做鸭赏加工 是养鸭人家 额外的收入来源 现在我们主要还是甘蔗啦 再有小许的糖 茶叶也有 这就每一家的 它的配方不一样 用炭火烧肉的甘蔗堆里 窜出阵阵的白烟 把人熏得睁不开眼 也把鸭肉外皮 熏成了带着红润油光的火火色 依出珍贵的鸭油 传统的是都用木造的 当然木造它的通风 它每个通风 因为这个油 如果你都全部密闭也不行 也要通风 所以这个是之前我过来用一个 很密闭的结果也烟熏不起来 后来还是要跟模拟那种木板的下去去烟熏 还可以烟熏得起来 虽说已从传统木箱熏烤 换成了现代化设备 但不管是哪种方式 用老方法做浙讯鸭賞 从来就不是件速成的事 前后得花七天时间 像这一只鸭的话 这可能要到四五斤的鸭子了 它在去骨 一般 因为我们挑选到四五斤的鸭 三公斤 三公斤的鸭子 它在皮薄 可是它的瘦肉是很脆的 不像 像 我们应该说我们要做什么料理 选择什么鸭种 我们也有樱桃鸭做樱桃鸭的产品 这个鸭掌我们是做 以土翻鸭的鸭掌 皮薄 肉厚 又脆 又好吃 这一种 不会说有腻腻的 一只鸭进到工厂里 用鲜香料腌制五六天 入味后用铁钩子秤开 一一吊挂起来 这样熏烤起来 才会有漂亮的身形 不光是这样 旁边的碎肉也不浪费 这一个是它的腰内肉 有没有 它一只腰就这样 有两条 跟猪的由来吧 是一样 这个鸭也是由来 就是这两条 这一样我们是做成鸭杀 要挂的时候 它不能有碰撞在一起 碰撞在一起的时候 它那个地方就没有干燥到 没有干燥到 它煙熏也不会煙熏到 那味道就会比较没有了 所以我们在 现在吊挂看一下它的间距 干燥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会再看一下间距 让它再波动一下 干燥三小时 浙熏火烤再一小时 接着用高温蒸到完全熟透 又是一小时过去 本以为鸭賞终于大功告成 可以进到包装 哪知道还有这道程序 我们这道切片 它在挑 挑那个骨头 小碎骨要把它挑出来 不然等下下去切片的时候 它会更细就更不好挑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把它检查干净再下去切片 但事实上像谢清彪这样 用央厨设备做鸭賞的店家 在宜兰并不多见 除了土地厂房 要投入的设备成本 也是高得吓人 当初他执意要这么做 家人一度反对 他会考量说做鸭賞 而非就投资那么多 做那么心灵的设备要干嘛 有的同业是说如果花那些钱 我就不做鸭賞了 我就钱留着就好了 干嘛要投资那一些呢 对 当然我也去希望说我们的 这个鸭賞算宜兰的特长 我希望这个产业 当然我们你看 政府都要提升它的观光产业了 它要去行销了 如果我们业者不自己提升的话 有一天你还是会被淘汰掉 不想早早被淘汰出局 是因为他老早就体会到 养鸭人家的无奈 那个时候就是说 你养你的我养我的 你觉得说价格好 你就要养多了 大家都养多了 再来就崩盘了 就没有人要了 那在我爸的时候 养最大的时候 刚好是最崩盘的时候 鸭子你看一天要吃好几块 一样也是要让它吃 它一只鸭子剩下两块 你也是要给它吃 一只鸭子二十几块 你也是要给它吃 慢慢转回加工 就觉得说加工还是比较稳定的 谢清彪目标明确 对的事情就一致往前冲 包括现在这座生态农场 也是它花了五年时间 慢慢从旧鸭寮盖进来的 2008年强抬强密 从南澳登陆 15级强阵风 把鸭寮缺得东倒西歪 残破不堪 阿公留下来的旧鸭寮 从此成了荒废状态 旧鸭寮我妈妈说的 干嘛花钱 那个我都不要 准备要拆掉了 只有我把它当成宝而已 我说现在的人 就是要看以前 你的旧鸭寮是哪一种的 他们来这边 以前鸭寮是这样子 他们爸爸妈妈 可以跟他们小孩 述说这里的故事 可以捡小颗的 小颗的才是新手 鸭妈妈生的蛋 在自家农场开心迎接游客 大小朋友来这 可以体验过去 养鸭人家的生活 像这个我们会盯这个格子 是方便拿下蛋 如果你没有这些鸭蛋夹 可以拿起来 它还是往角落 它的习性就是这样子 往角落再生蛋 煎好的鸭蛋 还可以DIY做成咸蛋 结合体验和食农教育 这几年谢清彪把自家农场 经营得有声有色 还曾经创下一天八百年次造法 原来很会下雨 那会下雨的话 有些地势比较低的地方 种植也不好种 那什么最好 养鸭最好 因为鸭子最喜欢的是水 来 你们看 有没有 它在动有没有 有没有 这里 有 有 它在动有没有 有 它在动 有 它在动 来 这个是你们外面看不到的 连原本不吃鸭肉 对养鸭产业也不熟悉的太太 也跳下来当农场导览员 跟它一起拼 回想起那段开疆辟土的日子 至今还是点滴在心头 布施馆的话 其实我们也 大概规划了好几年 对 我们就是变成说 不是说一下子 我就是投入大量的人去 规划这里 然后我就赶着要营业 我们没有就是 可能就是草皮先种 然后树先种 景观什么慢慢的 然后弄到差不多了 我们对外开放之后 它开始想要去申请农场 可是农场毕竟它的要求 比较也不好申请 对 我们那个农场的话 大概也申请了快五年 才申请下来 拿到那一张农场的执照的时候 我跟我先生讲说 你可以抱着它好好的清一下 真的很累 虽然很辛苦 但做太太的 还是以实际行动力挺 为农场开发出多道料理 让游客来到这不只能放松 还能品尝在地风味 一点点油 然后再来就是蒜头 蒜头爆香 再来的话我们就是放蒜苗 像鸭嗓下去之后 差不多一下下 就是让那个鸭嗓有热就好了 我们就要熄火了 因为你鸭嗓在里面太久的话 它肉会硬掉 就不好吃了 热腾腾的白饭 搭配香气十足的鸭嗓 吃来咸香够味 加了青蒜点缀的凉拌鸭嗓 有着淡淡的烟熏香气 也是一道很下饭的料理 鸭子从小到大怎么来的 让它都看得清楚 甚至到餐桌 说真的 餐桌它也可以这样 是让小朋友洗食的感觉 不要浪费我们的食材 是谢清彪的踏时间时 让一度荒废的旧鸭寮 重现生机 成了一处美好风景 而这风景也改变了它 让它更有动力 为喜欢做的事 继续燃烧热情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位在桃园中立 一间复合式牧场 饲养大量山羊 以及许多可爱小动物 让民众能近距离喂食互动 园区内还有以国产羊肉 研发各式料理的餐厅 其中清甜的羊肉炉 最受韬客们的喜爱 老板江常立是木业出身 原本单纯饲养卖羊奶 没想到却遭到收购商倒债 但他没有因此而丧志 反而积极转型 打造好吃好玩的牧场 成功翻身 开饭了 吃饭了 看到食物超兴奋 一只一只小山羊 全部冲到饲料槽前 排排站好 开始大口大口咀嚼 排排羊的头 对待饲养的每一只小羊 都像自己的宝贝一样 江常立是这间桃园中立牧场的老板 他从72年进入农校 就开始接触畜牧业 至今已经有38年的时间 对羊有没有很深的感情 我只能说我对羊非常了解 而且畜牧来讲不只是羊 有可能猪 牛 鸡 鸭 儿 等等 但是我对羊这个部分 草食性的动物 我是很认真去观察它 很认真跟它做适当的交流 因为对羊的深刻了解 饲养方式也很讲究 打造高床 让羊只有更舒适的生活空间 清洁整理起来也很方便 所以我们用圈养的方式 但是圈养有很多方式 但是我们牧场是采用刀床饲养 它刀床饲养有什么好处 其实最简单就是你看到 你羊睡在楼上 那羊的便便就会跑到楼下 那如果你都是一层的话 当然便便尿尿就是在固定的 可能就跟它睡觉的地方是一样的 所以高床饲养有很大的区别 就是羊分容易集中 而且羊饲养的环境空间 会比较清洁卫生 会一头栽进羊的世界 其实江长丽从小就有开幕场动人的梦 求生时期读的是畜牧兽医 后来投身乳羊饲养 累积实战经验 我选择门槛比较低的卤羊 所以我从三只羊开始饲养 养到一个程度之后 跟公司签约 我才回来饲养卤羊 那饲养卤羊 可是也是因为工厂管理不善 那我们把我们的生命财产 应该讲说财产部分 就是未来的出入交给公司 那公司他经营不善 来款没有给我 一期之间突然被迫接受 被收购商倒债的事实 当时的江长丽心几乎都在堂械 倒债的时候 我们收到的支票是八个月 手上有九张票 那么这个时候还算小事 因为你倒债可能是两百多万的事情 但是你一群母羊 一群羊每天都要挤奶 每天都要产出的奶 怎么办 这个时候只能壮士断碗 就是冷痛把母羊 起羊饭吧 就便宜卖掉 就好像你辛辛苦养了一只母鸡 可以生蛋的时候 你把母鸡当淘汰机卖掉的意思 遭遇重大打击 一觉醒来还是要面对 天性乐观地将场地收拾好相续 决定要把对羊的热情分享出去 大朋友小朋友兴奋拿着捕草喂羊 看着小羊吃得津津有味的炒果模样 很有成就感 能够近距离跟羊互动 是园区内的一大亮点 经过父亲的同意之下 除了开牧场之外 我们就把家里的羊羹的田 配合政府来推广休闲农业 那我们就去 我就去花了差不多三年的时间 田土啊 种树啊 然后一边建设一边工作 之后三年开放了 就做一个教学休闲的牧场 那就是现在现在的状况 山不转 路转 路不转 人转 即使面临倒转挫折 江朝礼也没有被击到 干脆重新打造牧场 开放观光 却意外吸引人潮 他们说给他吃汗吧 你说才不可以 不行 因为羊跟小朋友一样 我们统统叫图鲁到牧来说一次 化妖狼 头戴继球帽 将常理化身为洋妹妹叔叔 在台上与小朋友们热情互动 用可爱小羊当教材 通过问答 让教学印象更深刻 而且你教学方法 在他们的学校 是可以做迷糊的动作 因为我们的教育是活的 那学校的教育是客粉 那走到户外来 我们用业者的身份 我们用专业的身份 来寓教娱乐 他们是能够接受的 所以 这个就是我的成就 走出教室 户外实地教学 跳脱课本 课堂框架 培育学生的观察能力 在解说员的带领之下 小朋友们还能亲自体验挤羊奶 你待会儿仔细看就行 因为我们待会儿每个人 都要挤羊奶 所以你一定会看到她的乳头 杨妈妈的乳房呢 在后腿的前面 我会教你不用紧张 又兴奋又紧张 慢慢靠近杨妈妈 温温的羊奶 递在手中留下纪念照片 人区内除了山羊以外 将常理为了增加丰富性 以及多样性 陆陆续续引进各种可爱动物 打造梦想中的动物园 零零种种 然后走了一圈 还是圆梦 所以圆梦就是我想开动物园 我想开牧场 所以我又真的做到开牧场 开动物园 这个以前的小时候梦 逐进厚房 换上围裙 将常理又摇身一变成了棕后筛 拿着国产大火快炒 一道道羊肉料理端上桌 羊的料理就是千变万化了 我们有泰式柠檬羊 有炒羊肉 炒羊肉就有跟苦瓜炒羊肉 姜丝炒羊肉 葱包羊肉 芹菜炒羊肉 等等等我们都可以 甚至我们 其实我还是要强调 国产羊肉就是好 对自己的羊肉充满信心 不用太复杂的调味 就能吃出羊肉的鲜甜 因此园区餐厅里 最夯的 旧薯清炖羊肉锅 我们本来是要吃全羊 然后有的同学对羊 就是说一半喜欢一半不喜欢 那我们怎么办呢 后来我们发觉它这边不错 它也有台菜料理 所以我们就把全羊跟台菜 把它混合 结果吃得大家都很满意 而且菜色非常漂亮 那我很推荐的就是那个 这个羊肝 羊腥 还有五花肉 然后它的清炖羊肉炉非常之好 我吃了好几次了 我觉得它的菜色不错 料理也不错 尤其羊肉没有羊烧味 就是一般来讲就是 我们羊肉卤肉 汤汁差不多 不是说很融的那种 外面卖的不一样嘛 那纯粹都是羊肉卤的火锅 它这边是比较清淡 大家吃的比较 应该是比较爽口 用洋葱熬煮加入新鲜蔬菜 就能吃到最原始的羊肉的甜 以及羊肉的香 成了客人吃过 会一再回顾的好味道 公羊 小公羊 五月零左右的时候 我们会做一个动作叫腌割 那你如果是放木羊的 你没办法把它带回来腌割掉 所以腌割就是去世 那因为羊 因为它要求 它要长大 它有费洛蒙 荷尔蒙 它会发育 就会有那个羊的味道出来 但对它们来讲是香水 对我们来讲 这是羊烧味 小羊出生后五个月 去世腌割 是羊肉没有腥味的关键 避免倒在噩梦重演 将尝力把羊肉变成美味料理 直接接触消费者 那虽然我是生产者 我有养羊 但如果我没有负责 把羊肉推销出去 我们生产者也是没有机会 那毕竟我们国产的羊肉 非常好吃 国产的羊的产品非常好 所以透过我自己所学的专业 我想开个羊的料理 然后提供给消费者 达到推广羊肉之外 让我自己能够继续经营 我的兴趣 我的牧场的兴趣 我的饲养动物的兴趣 从零开始一步一步 打造出有吃有喝又有玩的 复合式休闲牧场 从一田人数寥寥无几 到现在一田最高 可以超过一千多人次入园 好不容易收获的成果 江场也希望未来 儿子能够接班继续传承下去 因为所谓的事业 如果只有我这一代人做 这叫工作 是我个人的工作 如果能传承的话 才叫事业 我希望把它变成事业 我也朝这方向再努力 那我也不否定 但我也不能说 我自己受的累 或者我要接这么大的工作量 然后一定要付诸我的小孩 一定要承接这样大的量 我看他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就传承什么样的程度 小时候印象中就跟现在一样 就是从早忙要玩这样 然后很辛苦 这个园区啊餐厅 都是他自己一手做的 帮爸爸的忙 因为我觉得自己家里有这么好一个环境 然后像什么都要会 只是我现在只是负责餐厅而已 那牧场的部分也是慢慢学习这样子 企业想要有序经营 前面有人打拼 后面也要有人继承 从93年开放到现在 已经迈入第17个年头 是养洋人 也是小朋友口中的洋妹妹叔叔 是动物园管理者 更是餐厅的综厚菜 将尝力尽力扮演好 人生中的每一个角色 要把生命的价值 发挥到最大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提到巧克力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 大多是国际品牌 但近年来 台湾本土的巧克力 越来越受青睐 像在南投的普利小镇 就能吃到台湾在地品牌的 精品巧克力 原本是面包师傅的毛静祥 把对意外过去儿子的思念 转化成一颗颗美味的巧克力 因缘集会下自创巧克力品牌 没想到竟然刮起一阵巧克力热潮 一起来看它是如何一步步 打造年营收上亿元的巧克力王国 端端不到几百公尺的街道 一早就涌现排队援潮 店家拉起红楼维持渡线秩序 许多民众特地开车前来 就是为了一场巧克力的滋味 他们家的巧克力吃起来很绵密 而且很新鲜 真的是很香 对 就觉得说 特地来府里买这个 回去要分送给亲朋好友这样子 特别来啊 当然要拍 之前有看到一些网友 然后有分享他们家巧克力 看起来超好吃 所以今天特地来买 就网路上爬文 像他们家的生巧克力好像很招牌 就是比较入口即化那一种 所以就蛮有兴趣 今天还没敢买而已 对 等一下想坐车上吃 这样子立马开来吃 这间巧克力工坊 2006年从网路起家 却在南投埔里开设店面 从巧克力一路拓展到生吐司 咖啡 甜点 冰淇淋等品项 连带带渡小镇发光发亮 而擦亮品牌的灵魂人物 就是毛地匠 这个动作是要让这个 所有的可可子的结晶体重组 所以它在灌模 它的表面的光泽度 才会让它非常的亮 因为可可子的那个结晶 我们重新把它组合过 它就会比较顺口 主要是在嘴里面的那个 划口性会很好 在大理石桌面上 毛靖翔动作熟练 不断用刮刀翻着巧克力 想要踏入巧克力制作的殿堂 它要求每一个员工 都要先熟悉这一个环节 那我们现在就做的是调温的动作 那我到了大概四分之三的比例 留一点温度 因为我等一下再调好温度 我要倒回来 那它跟50度的巧克力来做结合 就回到31度这样子 透过温度的掌扣 对巧克力的特性更加熟悉 再延伸更多不同变化 添加各式食材增添风味 因为到处在找我们南投的食材 之后才发现南投酒厂 因为它们所量造出来的白兰地 竟然是这么的畅销 而且它的风味也很好 所以就在我在制作这个 生巧克力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要加入鲜奶油 所以呢 在这个鲜奶在煮的过程当中 我就透过加了这个白兰地以后 整个巧克力的氛围跟香气 是层次感更加分 把白兰地倒入牛奶当中 瞬间香气自溢 接着加入整颗巧克力 再巧克力变软 还要再不断搅拌 让巧克力乳化 越来越搅拌它就越细腻 那我们要求是它越光泽越好 它的化口性就越好 越搅拌越柔顺光滑 好似人生越沉越香 会想要自己创业 其实是卯靖翔 被派往美国当厂长时 受到贵人的提点 其实我在创这个品牌之前 我一直都是西点面包的一个厨师 那只是一个因缘聚会 在美国遇到我人生的贵人之一 那因为他曾经告诉我说 Jason 你以后有没有想要当一个老板 或者一个企业家 我说我那么认真 我从15岁开始进入洪北业界 那我认真地在学习这些点心 跟面包的制作 我算是吃尽苦头 那我希望能够尽早学到一技技场 能够返乡来回退我自己的家讲 那一次的经验彻底打开了卯靖翔的世界观 明白甜点世界无限宽广 回台之后为了累积行销经验 他选择投身保险业务 在过去我们在小时候 国小阶段我们家里是一个贫穷的家庭 我还去领过救济和了这个物品 所以当时呢 就会发现能够摆到任何机会 我就不会兼服 所以立假日我就开启了烘焙教室 白天的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去跑我应该要有的业务的这个底子 巧克力乳化完还要再添加鲜奶油再搅拌 接着就能称重入魔 表面经过修饰后 招牌生巧克力才算完成 那时毛敬祥为了早日实现开店的梦想 他开始了平日旁业务 假日焦烘焙的日子 其间曾一度要帮助921的受灾户 把注意点子分享出去 我把这个know how 告诉他们 结果他们回去跟家里面商讨 竟然我面临了很大的考验 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亲朋好友 就说 那个马老师说得那么厉害 为什么他不自己去开呢 就这样子把这个计划这么高成本的东西 那你交给他们来做 交给你来做 难道你会做得很好吗 那马老师这么厉害 为什么不自己做 之后他们回来就告诉我说 我们的家人亲朋好友说 你这个想法可能在普云小镇是行不通的 我被拒绝 好心包忙却不被领心 喜欢巧克力的儿子建议爸爸卯进祥 干脆自己开设巧克力工坊 开始执行 我儿子负责网路 我负责制作跟销售 结果我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在这个小乡镇就有很好的成果 所以我是从这家店开始创这个品牌 大概有半年了 是借由这个工作室 那一直接网路订单 那才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 我们就已经快速的订单非常的多 那之后网路的平台销售 大概八个月到九个月 就开始设定了这个门市 那门市一开 的确不到三个月 就已经大排长龙 巧克力销售创造夹击 毛进祥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 不断开发新产品 一车车现烤生土司出炉 强快急速冷冻 将水分牢牢锁在土子里 快速降温接着包装出锅 一分一秒刻不容缓 要把最新鲜的味道送到消费者手中 寄巧克力之后 生土司推出再先抢购热炒 所以在那段时间 我一年可以从北海道吃到路口岛 所以不断地去寻找我要的那种灵感 所以我们花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 去做开发研发 来做出真正属于日本非常 具有风味 具有特色的生土司 听起来像是老王卖瓜 但要能卖得了瓜 得要有两把刷子 他远赴日本取经 把道地风味带回台湾 使用进口日本面粉 连搅拌缸也扮演重要角色 既然是要做生土司这样的名词 所以我们希望它的含水量 是在面包吐司里面的最高的含量 那这个在搅拌的过程当中 或许需要一些技巧 跟一些设备来完成它 那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设备 水分呢 能够搅拌到这个面团里面 可能就有点落差 所以呢 当我测试了非常多的机种以后 那我发现在搅拌缸的这个细腻度 所以我们才是选择了这个 德国的这个搅拌缸 它的这个搅拌的工艺呢 能够让我们的标准面团 增加了7%到8%的这个含水量 和员工分工合作将面团分割 整形感卷后入魔 毛敬翔将热情全部投注在甜点事业上 可别看他现在乐观开朗的模样 创业期间曾遭遇丧子之痛 沉重的打击让他差一点走不出来 就在他当兵十个月 就即将还有一个多月要退伍 就发生了这个气血凶的这个意外 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讲 当然是冲击是人生最大的冲击 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说真的 我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我进他的书房 进他的房间 其实都是溃体的 花了好长一段时间调试心情 最终心念一转 毛敬翔想用儿子最爱的巧克力 帮助更多家庭 事业站完脚步 毛敬翔更成立基金会回馈乡里 品项开发上大量悬用南投生产的食材 无心中帮助在地农民生计 尤其是带动埔里另外一个最好的景点 然后你看周边非常多的小农的这个农产品 在地的农产品能够在这里销售 所以创造不管是就业 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农特产的这个生机 还有带动观光人口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景点 成功打造属于台湾的精品巧克力品牌 让南投埔里小镇恩慈基搖身一变 成为热门观光景点 带动地方商机 营业额从数万攀升到上亿 这个也是我把它当作是一个艺术的领域 所以不断地在创新 不断地在改变新的商品 这是我们成为一个甜点chef 应该要做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风味 都是带给每一个家庭 都是幸福感 走过人生低潮 毛痛响没有被被伤起到 只是将挫折变成动力 他会持续用毕生热爱的巧克力 散播幸福 这是他交给自己的人生功课 也是对儿子的承诺 不训烈